上海生花主教练吴金贵奔唱比赛排出了双后腰的阵容 可依旧没有阻挡住 广州城队10号李奇湘的这次个人在中圈的一次操作 在中圈这个区域上海生花有三名防守队员对于李奇湘包夹 10号李奇湘是利用自己的娴熟的脚下技术 包括对比赛节奏这种把控以及眼神的这种晃动 甩开了孙世林的防守 自己长驱直入突破了对手的整条防线 李奇湘这时候出现了进攻三区 用自己擅长的左脚传出了一支赛球 这个球是残出了生花队的禁区外 广州队重新来组织 但是生花队的后央基本上只看球不看人 所以10号李奇湘的位置完全没有人盯防 作为一名老将 李奇湘在队内所起到作用也是至关重要的 他在本场比赛对于二点球的这种预判控制上 也显示出了一定的经验 这个球他是左脚一停向内 然后紧接着连接动作非常顺 打脚打开到前场 中锋把球控制住之后 其他位置上的队友跟上的速度比较慢 二点球 这个球他头顶了一下 然后紧接着本想用大腿停 但是马上改变角色 用左脚一颠给到队友 然后紧接着前插 可惜中路接球队友没有领会到他的意图 没有传到他这一侧 李奇湘这一头长发 他能够点悲情色彩 感觉是生不风食 代表 特别的 打得て